那像這一次貨櫃三雄 他們配股配息的政策 他其實策略其實都不一樣 這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狀況 最讓大家驚奇的是這個長榮 那長榮呢 他竟然是大幅度的減支了6塊錢 一般來講減支是 對股東來講是個好事 貨櫃三雄鼓勵政策各自出入 萬海發出了10.5元的現金鼓勵 還有1.5元的股票鼓勵 最令人訝異的是長榮宣布減支6成 每位股東每股除了能拿18元的現金鼓勵以外 還有減支退還的6元現金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鼓勵政策它就分成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配息 就是現金配息 然後第二個就是發放股票的配股 這方面 那市場現在大家最喜歡的 就是你還是配息 直接配現金最好了 那像這一次貨櫃三雄 他們這三家配股配息的政策 它其實策略其實都不一樣 這個非常特殊一個狀況 陽明來講它是最正常 因為它配息率41% 然後它的殖利率也高到15%左右 所以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配息的政策 它的股價到目前為止 至少還算是比較穩定一些 像是萬海的話 它這一次除了配息之外 還有配股 就是一般人會覺得說 你的這個補本擴大了 那可能會稀釋掉盈域 那這一點來講的話 確實是個問題 可是呢 我們要知道這個航運公司 它因為它會不斷的增加它的船隊 那所以呢 它的這個資本額呢 也會不斷的擴張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情況 現在就是在去年的這個 貨櫃輪 貨櫃公司 貨櫃輪的公司呢 它們的這個盈域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你還要再來擴充資本 市場上感覺會有一點怪怪的 去年賺到睡覺都會笑的 霍利王長榮海韻 用現金減資的形式 退還6元現金給股東 再加上18元股利 等於股東每股能拿到24元 除了讓大股東結稅 資本額受身後 每股盈域也可能上升 最讓大家驚奇的是這個長榮 一般來講 簡直是對股東來講是個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你資本額下降 我們現在假設 它今年的盈域 總體整體盈域 跟去年是一樣的話 它的這個每個股東呢 能夠被分配到的盈域 就會更多了 對不對 因為你資本額減少了 按照長榮過去的配息的習慣 它的配息率 大概都50%左右 那所以呢 大家就會預估它 今年它去年的EPS 大概是將近46塊 我們就是 就算它配息50%的話 那大家預期 那你會配23塊 對不對 可是呢 它這一次呢 它只配了18塊 那配18塊呢 遠低於市場的預期 那對股價可能會造成一些 這個傷害 它用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用減資60% 再退還給股東呢 6塊錢 所以6塊加18塊 變24塊了 比市場的預期23塊 還要再多一點 看起來是1加1大於2的一個利多 反而它的股價是開高走低 就是一路往下殺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認為啦 市場上可能就會有些疑慮 你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做這麼大幅度的動作的減資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 去年的盈餘獲利呢 直接拿出來分配就好 所以我想市場上會有這種疑慮 這個是 這個是 我覺得它們的股價會走弱的 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 過去減資最成功的案例 非國劇莫屬 長榮能夠複製它的成功模式嗎 最成功的減資例子 就是國劇 國劇的那一次也是 它是持續的在減資 我記得它減資了這樣九成 結果它後來大成功 因為它的股價呢 就直接飆 最後一次減資之後 它的股價開始噴出 那所以簡單地講就是說 這一次的長榮呢 它一次就減了這個60% 我相信它應該不會再減 這個到了第三季它正式的減資之後 那麼它的股價是不是可以觸底 然後呢再度的展開一波的攻勢 我覺得那個是可以觀察的 先不要急於進場 因為就像我講的 因為它這一次的減資的動作很大 而且很突兀 所以我覺得還是先觀察一下 不要急著進場 只不過鼓勵政策出爐 貨櫃三雄居然都湧現賣壓 難道高值利率的防護罩是零了嗎 你除息是除我們的股價 對不對 是等於是除自己的錢 你要填息 你才能夠真正賺到這個利息 那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那股價呢可以填息呢 就是你未來的遠景 一直在往上走 就是你的基本面一直在往上走 營收盈餘呢 都是一直在成長 而且呢是相當顯著的成長 那才有機會 可是呢有很多的產業 而且去年當然是非常好 可是今年呢 大家都沒把握了 就像譬如說貨櫃三雄 貨櫃人來講的話 它今年的這個盈餘會 營收跟盈餘會比去年還要好嗎 大家都打個問號 所以像這種股票的話 一宣佈鼓勵政策 大概就是利多出鏡了 那大家就開始調節股票